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也就是我在看学生写作文当中最大的问题 就是学生会选择用叙述的方式 而不是用描述的方式 那这在英文当中有一个写作技巧叫做 show don't tell 也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那你在学校可能已经听过学校的英文老师 讲过show don't tell这件事情 那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没关系 我今天就来解释什么叫做 showing 以及什么叫做telling 一个tell的句子长这样 When I walked into the room, the dog was sitting at the door 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有一只狗坐在门口 这句话没有什么错 但这样叙述一件事 不容易让读者看到或感觉到你在作文的情感 它没有温度 所以这种用tell的作文蛮无聊的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相同的句子 要如何用show的 The 100cm at least 30kg golden retriever was a ball of energy passionately rocking his furry tail and greeting me with his pair of adorable eyes 有一只长一百公分 至少三十公斤的黄金猎犬 充满活力 激动地摇着他毛茸茸的尾巴 用他可爱的双眼迎接我 有没有 当你用描述的方式 把你所看到、听到、感觉到的东西 描述给读者 这样读者就可以好像能够感受到 这一只很亲人的黄金猎犬就在门口那边 那如果你能够像这样描述的话 你就成功了 那有哪些字是tell、哪些字是show呢? 如果你用字像tall、pretty、nervous、hot这些 这些比较主观的、比较模糊的字 用这些字在你的作文里面 就比较难让读者能够真正的感受到 你想表达的情感 与其说 My dad is very tall 你可能可以考虑感说 I have to look up whenever I talk to my dad 像是 我的一个学生 他本来要描述他跟乐团里的鼓手 竞争当打击乐手席的故事的时候 他本来写 I feel very nervous whenever I hear him play flawlessly on the stage 但后来我教他把感官写进去的时候 他最后的作文变成 My face blushed And my hands fidgeted restlessly When I saw him rock his head back and forth For our rock and roll piece 也不是说整篇文章完全不能出现tell的字 但如果整篇文章都是很平顺的用说的 那这样你的整篇文章就不会有温度 如果你能够在适当的地方描述一下你的作文的情景 可以让读者更生动的感受到并记得你的作文 这样你的作文就会非常的成功 在随堂讲义里我放了一些show don't tell的练习 你可以尝试把这些比较平凡无趣的句子变得更生动 记得要用你的感官描述你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闻到什么 让读者也能够感受得到哦 好 那今天的课我就先讲到这边 剩下的技巧我先卖个关子 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申请美国大学 以及写大学作文的技巧的话 那希望能够在这堂留学申请大学作文课 能够见到你 I'll see you later 拜拜